今年已經73歲的許富雄 上課精神不輸給年輕人 口號喊得比誰都大聲外 他還是老師專屬的惠心導航 老師們說 富雄爸爸只要身體狀況允許 一定都會來上課 但這幾個月他身體每況愈下 在7月11號住進大林慈禧醫院 心聯病房 因此醫院女學堂 特別幫他舉辦畢業典禮 從老師手上接過畢業證書 富雄爸爸圓滿心願 而在7月15號 許富雄也從生命旅程畢業 祝福他一路好走 大家新聞 吳一芬 李明峰 黃曉娟 嘉義大林報導 總共通局 谢谢大家